台湾快速建立指揮中心民间互信配合防疫 成果国际瞩目 对比中国法国欧盟南韩第一季GDP全数衰退 台湾经济表现有望持续领先 台湾超现代公民行动联盟 辖下国际台湾学研究中心IRCT 与中华经济研究院展开策略合作 发扬台湾学台湾模式 那台湾学的话 其实可以当作是台湾精神文明的 学者指出台湾产业从农业到轻工业 如今半导体高端科技 70年的蜕变积蓄了当今人类社会 在大瘟疫之后 所需的一切生活相关产业的技术 经验资源与know how 对比中国采行共产极权 台湾开放自由尊重信仰走出不同道路 成为亚洲最具火力的民主真体 未来接轨美国世卫经济生态系 将更能扮演举足轻重角色 民间展开学术研究 将系统分析整合模组化台湾经验 未来更能输出让国际间看到台湾 新达地市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